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嗎? 缺陷 缺陷 對 所以我其實左腿是沒有力 那我在演唱會上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我一直這麼多年我都一直隱藏 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 叫缺憾嗎? 缺陷 缺陷 對 所以我其實左腿是沒有力 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邊 然後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會空 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對我來說都是有困難的 每一天 那對我來說跳舞是更加是一個挑戰 但我小時候是做過這個手術 然後可是沒有我把它弄好 所以我的童年的回憶呢 就是大概是一歲多兩歲的是在醫院 然後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是會常常想念想回家 可是 唉 唉 唉 所以我就很難說這個 就是因為我都會想到以前小時候 對 因為小時候有這個恐懼 就是做完手術之後我會走路 所以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如果我在做這個手術的話呢 有可能會走不了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有可能跳不到路 所以我會暫時不想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每天我都盡量去 活著我的生活 做我的最好 就算是一個挑戰 就算是有困難的 但我會努力 我去忍受它 看到你的舞蹈 好像你有花了很大的時間跟精神 去弄你的舞蹈方面的事情 做這個比較Hip-Hop一點的風格 我給你特別介紹一下 這位 骨子裡他是Hip-Hop 來 可以嗎 沒有 你會跳Hip-Hop 一點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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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丟起來 就沒有了 就這樣子會這樣 不過真的很喜歡看你跳舞 你跳舞真的是利於美 謝謝 而且那個腰好厲害 我有個新的可以教你 來 來 新的要教你 我對新舞步特別有興趣 這個是就是 哇塞 等一下 OK 按著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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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拜壞音 不是 妳剛剛那個 妳是中邪了還是卡到音的啊 不錯 差不多 那感覺是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對 對 可是肚子要收清卻 我看你能力好好練 很好啊 對不對 OK 當然我們知道 李文的情歌是最讓人家讚賞 謝謝 當然他動感的歌曲 也是讓人家非常佩服的 那這一次這個專輯裡面來講 你的那首 第九頁 第九頁 對 我非常感興趣 他是講一個 怎麼樣一個傷心的一個愛情故事 第九頁其實說到就是一個愛情的狀態 那可能就是這個女生很ㄍㄧㄥ啦 那這個情人是剛剛分手 或者就是有一陣子了 就是沒有辦法再一起你知道嗎 然後呢這個女生就是 一直ㄍㄧㄥ...覺得就很... 無所謂 我沒有你我也很快樂 可是一直ㄍㄧㄥ到 第九頁就受不了 崩潰 對 然後就是很失落 然後呢就是很想念那個男生 才懂得十天前的世界有多麼的美好 不要演啦 你今天是第九頁了嗎 第九頁就是現在這個心情 可是我...演完了 可是我覺得你每次分手喔 好像 這兩年囉 分手已經兩年了 還是喝了酒 喝了幾刀 超久的 這兩年啊 人都會打到陰的 我是鬼打牆的 你走不出第九頁 你知道我怎麼辦呢 後來我就開朗啦 對不對 現在不會了吧 我歸佛門之後我就沒事了 我覺得女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歡 拿分手當籌碼 我覺得會 會喔 會有一點 會啊 對 為什麼呢 其實Coco 因為你是在國外長大的 你的想法跟你接觸的世界 可能跟台灣的一些女生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都會這樣想的話 你要不要告訴我們為什麼 女人為什麼要拿分手來威脅我們男人呢 因為這個就是女人的本性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女人呢就是 其實她用分手來測驗那個男的 對她有多深情 就好像 好吧 那你更... 這麼不滿意我的話 那就分了吧 可是呢 當然我們女人想聽的就是說 不要 不要啦 對 還是我最愛你啦 好啦 對不起啦 什麼什麼的 或者是不要啦 我一定會改的 對...可是沒有 男人從來都不會說這一句的 因為那個講下去很累 可能會說 但是永遠不改 對... 那Coco妳覺得妳印象最深的一個 分手的經驗是 印象最深 可應該就是 其實在電話上我們兩個是 就是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呢 就是在講電話的時候呢 有一些爭執 然後之後呢就 好吧 那不要講電話了 然後就 我不打電話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很久喔 就一直就這樣子 就...好 就算了 就算了 我以為妳相約坐飛機到一個國家碰面 沒有...就是兩個不... 在不同的國家 然後就是講長途電話的時候吵架 然後呢 其實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嘛 可是呢就是 我也很ㄍㄧㄥ 他也很ㄍㄧㄥ 我不打給他 他也不打電話給我 就這樣就瘋了 然後呢 好幾年之後看到他 他說 我之後就是兩個禮拜之後 打電話給妳 可是一直找不到妳 我說是嗎 他說對 他說為什麼我們莫名其妙就分了 我說 太晚了 對 事情已經過了 一切都來不及了 對... 對... 對啊 妳放棄了對不對 Coco這麼好的女生 那就只能怪妳自己了 謝謝 那我問妳啊 妳分手之後有沒有後悔過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 會喔 肯定會有 對 就是會... 因為妳在... 妳跟一個人在一起 妳會習慣那個人 對不對 妳有感情了 所以就可能過了幾天 妳會開始想念 現在是鬥氣 可是然後之後就會開始想念 就是自己做對嗎 要分手嗎 然後之後呢 那個人還不打電話就 瘋 就是... 就不要他了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女人滿無聊的喔 那我問妳啊 妳分手之後有沒有後悔過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 肯定會有 對 就是會... 因為妳在... 妳跟一個人在一起 妳會習慣那個人 對不對 妳有感情了 所以就可能過了幾天 妳會開始想念 現在是鬥氣 可是然後之後就會 開始想念 就是自己做對嗎 要分手嗎 然後之後呢 那個人還不打電話就... 就是... 就不要他了 對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女人滿無聊的 沒事跟我們賭氣 賭完以後又後悔 後悔以後又還是不理我們 沒有啊 男生要有一點行動啊 我覺得如果... 你們也不要賭氣 我們也就是打個電話 就其實...就是好好去說一下 剛剛發生的事 其實太無聊了 我們不如就把它算了 我說聲對不起 妳也說聲對不起 那不是很好嗎 幫彼此找個台階下 對 就算了 姿態稍微放低一點點 所以在妳的世界 如果說男人先低頭 妳會覺得他是很好的男人 對... 對... 不夠低 不夠低 不夠低... 這麼低 還可以夠 那為什麼男人就是要被女人這樣搶 那有的時候我們男人說 那分手吧 妳好過分 妳想不自能過來 不是 妳也只是想說 看妳愛不愛我 為什麼男人就不能搶 女人就可以搶 不行... 對 男人不能這樣說 因為女人本來就比較敏感嘛 對 女人常常會在想 到底我的男朋友有多愛我啊 常常就會想這個 如果你突然間就說 那我們分吧 那就是女生就會覺得 妳根本就沒愛過我了 就更加的肯定 所以妳認為男人不能這樣 不可以 是大自然的現象 沒有 我覺得男人也不要 隨便用那個 就是說分手來... 對 我覺得真的 因為女人用的話有點撒嬌啦 是的 那男人用的話就任性 認真 太狠了 對 太狠了